大家好,我是余兆峰教授 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物理系的老師 今天我想希望可以跟你講一下有關 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的歷史和進展 我想大家都會很清楚 我們中國航天計劃的領軍人物是 錢學森教授 錢學森教授是早期在美國受教育的學者之一 他在CIT拿他的博士論文 在麻生理工任教 1955年回來中國 幫助我們發展兩彈一聲計劃 另外一位人物,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他 他就是 第一位 中國航天瑜 楊維麗 他在2003年 第一個中國人踏足太后 除了錢學森教授 我們的兩彈一聲計劃 亦都有很多科學家參與 我們在1999年的時候 頒了 一個叫做兩彈一聲的勳章 給之前參與的科學家 有23個 途中就是其中的6個 科學家 可能你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兩彈一聲 兩彈一聲就是 核彈、氫彈 洲際導彈 還有 人造衛星 為什麼這個計劃 那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計劃 使我們有足夠的科技 把我們的中國人射去太空 好 說回一下 我們怎樣開始 航天計劃 在1960年 首先就是我們海外的留學生 回局 第一個就是前學生 也有叫我 氣櫃 他們在海外 美國和歐洲會來幫助我們發展 這個航天科技 途中就是他們的 盒影 而他們影響的地方是上海一個發射場 你會看到這個發射場是非常簡陋的 基本上是一個爛地 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你要看看我們 當初 研究火箭 的時候 我們 在什麼時代? 因為 當然我們 在 60-70年代 經過大饑荒和文化革命 當年是物資非常非常缺乏的 你看一下這幅圖 左上角的圖 是火箭 火箭實驗 他們用什麼東西來做呢? 要看到他們用一個 單車的氣泵 將 燃料打入火箭裡面做實驗 你說 他們是不是什麼都很缺乏呢? 而中間上面中間的圖就是 當初的 197年 的 材料工藝院 其實你 看清楚這個好像是 廟紙改建的地方 沒辦法了,當年是 非常窮困 中國 你看回 左下幅圖 是一個 控制實驗室 但是你會看清楚 其實這個控制實驗室 是由一個廁所改裝 的 下面這幅圖就是當年 我們的科學家 做一個火箭發射研究 引擎研究 但是問題就是引擎是比較危險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在城市上進行 所以我們要搬去比較荒謬的地方 你看一下當年是我們用手和腳 搬這個火箭的推進器去做實驗 右上角 你會看到我們就是 我們的第一個 通訊衛星 東方紅1號 你看看背景是什麼 是一個 比較簡陋的 倉庫來的 所以你知道 我們當年 是很辛苦 才可以做到 人造衛星 火箭 好 OK 到了 1907年4月24日 我們終於成功了發射第一個人造衛星 東方紅1號 是這個圖 圖面的 樣子 是一個比較被動式的 人造衛星 它只會反射 電視波 而搭載它的火箭是 我們的長征1號火箭 是我們 第一支 成功把衛星射上太空的火箭 而我們就 發射中心是在走傳 衛星發射中心 到了 去年的4月 就是我們 距離 發射第一個衛星的50周年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買過這些煞封呢 或者油票呢 當第一個 成功了發射的人造衛星 我們就 已經建立了很多不同 的人造衛星 比如這個就是 實踐衛星 實踐衛星其實是 東方紅衛星的 備份衛星 我們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用來做一些 比如是 太空實驗 或者太空的探索 或者無重的實驗 就算直到現在 2021年 我們都是用 同一款 差不多的人造衛星 都叫做實踐衛星 來做實踐的 你們會看到這幅圖 就是這個實踐衛星的一部 就跟東方紅衛星一模一樣 在一個被動的衛星 到2345 要看到它有一個 solar panel 已經變成一個主動的人造衛星 我們除了實踐衛星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衛星的 譬如下 這個是我們的 第一個 氣象衛星 叫做風雲 一號 風雲一號 風軟一絲 除了這幾個衛星 我們還有十幾 二十個系列的衛星 所以我不再說 因為太多了 OK 我們其實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設備 就是他們的 搭載火箭 因為沒有火箭 我們不能射 上去太空 我們有一系列的 搭載火箭 它叫做 長征系列 有長征一號 至到長征11號 十一款那麼多 你知道它們有什麼分別嗎? 這個表就讓你看到 長征一號至十一號 他們的 長度 闊度 能夠提升的 重量有多少 你會看到 一號和十一號的分別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 搭載的重量 譬如長征一號 它最多可以搭載 300公斤的 重量的人造 衛星 但是 長征9號 它可以搭載 140公噸的 衛星 所以每一次研究 就是希望可以 能夠搭載多一點 重量的衛星 而現在我們最常用的 就是 長征2F 和長征5號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長征2F 火箭在 走傳發射中心 準備發射的情況 你會看到這個長征2F 火箭 跟之前的火箭有一點不同 我們回去看看它的樣子 上面有個整榴蓋 全部都是源頭的 是不是 但是你看看EF有什麼不同呢? 它有一個 火箭在上面 其實這條孔就是噴射管 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逃生艙 因為 EF和其他有什麼分別? 就是EF就是用來做 搭載太空人或者航天員的火箭 這個小火箭在頭上有什麼用途呢? 就是說如果火箭 比如下面那些火箭 引擎有問題 會爆炸 這個第一時間會撤離火箭 太空人就不會那麼容易有犧牲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逃生的設備 而其他的火箭是沒有的 這個就是有關 長征EF的資料 它既高 62米那麼高 Diameter是3.35米 它總重量就是 464公噸 它能夠承載的重量是 8.4公噸 搭載地球低軌道 so far 它第一次的發射 日期就是1999年11月 到現在已經發射了15次 而15次都是成功 所有發射都在走傳 衛生發射中心 這個就是一個 長征EF的發展的歷史 要看得到 從1999年開始 它就在走傳發射 衛生發射 全部都是走傳發射 發射 它搭載過兩樣不同的 雷露 第一個是 神舟 飛雪 第2樣是天宮 天宮 實驗室 可以這樣說 而 曾經發射過15次 每一次成功 而頭 4次都是沒有載人的 是第5次開始 在2003年 搭載 楊 李衛 去太空 楊 李衛 楊 李衛 楊 李衛 去太空 第2個火箭 我們要說的就是 長征 5號火箭 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說呢 因為這個 火箭能夠搭載 25公噸的 披露 去到地球 低軌道 為什麼可以這麼重要呢 因為 如果沒有了它 我們不能夠建築 我們的空間站 因為我們空間站的重量 每一部分都要有 20公噸那麼重 或者重一點 而它跟長征2F有一個不同 除了重量之外 它的發射的地方是在 文昌 航天發射中心 在海蘭島 而第1次 第1次發射的時間是 2016年3 11月 曾經發射過7次 有6次成功 有一次失敗 失敗原因就是 那個 搭載的 人類衛星 進不了軌道 在2020年5月 它就曾經試過 搭載 載人航天船 和反匯衝 成功證明了它可以 帶太空人數到太空 然後 安全地 帶回它們 到地球 所以證明 5B 第B線 有A和B線 是因為 之前那個有些失敗 所以改進過 是可以 能夠令到 我們可以 看到空間窄 OK 第3個我想說 就是 現在正在發展的 叫 長征8號火箭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火箭呢 跟之前的 有些不同 就是說這個火箭可以 重用的 reusable 這個火箭可以重用的 它一次過可以搭載 5個人造衛星 一次可以把5個人造衛星 放在不同的軌道上 所以它 可以搭載得多的衛星 一次過可以做很多東西 然後 你可以reuse reuse什麼 它兩個booster 引擎 這兩邊的booster引擎 和第一個stage 這三個東西都可以重用的 有一點 不是太好的就是 它只能夠 搭載 3-4.5公噸的 配搭 在火箭上 比較 不是 搭載 不像5B 那麽有 搭載能力 但是因為這個應該是對 發展我們的商業 發射衛星的業務來 考慮的 OK啦 最後 不是最後 是 我想說 就是 現在中國有4個 衛星發射場 你會看到在這個圖片看到有4個紅點 第一個叫走船 在 哥北沙漠附近 走船發射中心 是我們 中國第一個 火箭發射中心 也是人造衛星發射中心 在1958年開始運作 到現在 而第二個就是 太原 發射中心 衛星發射中心 是1967年開始 有什麽不同呢 它是比較高海陸的地方 比較 有些是比較軍事用途的 而 比較近期就是 西村的 發射中心 在四川 四川 省西村市 我聽過這些同事說 也都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而最新的就是在2014年開始 驗問的就是海南 民昌 航天中心 而所有的 大型的 運送火箭都會在海南發射 因為海南呢 是近的尺度 是比較容易 發射比較重的火箭去軌道的 中國大型航天計劃 不是一步升天的 我們是經過三步走 來實現 載人 載人 第一步是什麽呢 就是 成功的 將航天羽 帶去太空 然後成功的 安全的 將他們 帶回地球 第二步是什麽呢 把航天員 帶去 實驗艙 在太空 短時間 然後 安全感 帶他們回地球 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 在太空 建立 永久的 空間站 這個就是我們 中國大人航天的 三步 政策 第一步 就叫做神舟計劃 神舟計劃在1992年開始 我們叫做9211計劃 到2003年10月 我們成功將楊李衛送上太空 然後安處 將他帶回地球 這個就是 這麽多次的 載人航天的 的 mission 神舟5號 神舟6號 7 9 10 11 11 13 總共有8次 我們成功的 帶過 太空 去太空 這個是神舟計劃的 里程碑 你會看到 總共有15次 不是 13次 第1 到第4次 是神舟1號 和4號 沒有帶人上去 是我們準備 準備做實驗 證明我們的 太空船 可以 載人 神舟5號就是 第一次將楊美衛帶去太空 然後跟著就是 多人 上太空 和長時間 陸太空 最近一次就是 神舟13號 如果你們有留意 就是 我們帶了三位 太空 月後園 去 天河 核心倉 將會在2022年 中旬 大概6、5、6月的時候 我們也會帶另外三位太空 去完成空間站 神舟太空船是 怎樣做出來的呢 我們是仿照蘇聯的 蘇宇 太空船 蘇宇太空船 分開三個部份 第一個是 叫Orbital Module Design Module 和Propulsion Module 而我們的太空船 神舟 也有三個 Portion 形成的 第一個叫Surface Module Re-Enter Module 這個就是返回倉 和Orbital Module 有什麼不同呢 要看到我們的太空船 多了Solar Panel 這個多了Solar Panel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在很長時期 繼續運作這個 神舟太空船 就算我們的保護艙 落到地球 我們也可以 繼續 用來做通訊 用來做通訊衛星也可以 OK 第二個步驟就是希望 在太空裏面 建設一個小型的 實驗室 能夠讓太空人在裡面 生活 短時間 然後證明我們是可以 將太空人 拿去太空站那裏 或者這個小型 小型的實驗室裏面 他們可以在裡面 生活一段時間 我們也可以 給他們 保護 讓他們有可能在裡面 長時間鬥 好 OK 這個是另外一個921的工程 這個9212 啊 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成功了 發射天公一號 實驗室 而 能夠成功 跟神舟8號 9號 和10號對接 證明我們可以 帶太空人 去天公一號 大陸 短時間 第二個就是 天公二號 天公二號 就是 我們證明 我們也可以 跟太空船對接 神舟11號 也都可以 跟天舟1號 是貨運太空船對接 證明我們可以 把 宇航員 和 部級品 運去太空站 如果是這樣說 我們看到 我們就有 有足夠的能力 運去 太空站 運人員太空站 運貨物太空站 帶回人員 航天員回地球 即 如果可以做到這個步驟 我們就真的有 能力 建造我們自己的太空站 這個就是很簡單 講解一下 他們的程序 做了些什麼 我們 第一個就是 天公一號 我們做了 沒有人在 神舟 跟天公對接 還有 有人在神舟 跟天公對接 證明有沒有人 我們都可以 跟天公對接 即是說 太空船可以跟天公站 對接 也都是 全自動或者用人手操作 都可以 即是說 如果有什麼事 我們都可以用人手 或者全自動 來做這個對接 對太空人的 傳媒率 會增加特限 很高下 這個第9號 9號證明了 進去可以在裡面生存 13天 也可以在裡面做 生物有關的實驗 生物有關的實驗 還有 這個就是 很簡單的 我們怎麼運送太空人 去太空站 帶回來地球 我們用 長征2F火箭 搭載 這個應該是 神舟9號 在天公 當他們到了軌道之後 他們會沿著軌道 和天公1號對接 對接完之後 太空人就會在天公裡面 生活十幾天 當他們完成所有實驗 他們就會脫離 天公1號 神舟9號就會 返回地球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為了訓練多一些太空人 或者乙航員 我們發射 神舟10號 和天公1號對接 然後看看 可不可以訓練多一些太空人 將來可以 多一些太空人有經驗去到 參與太空站的建設 OK 第二個重要的步驟就是 天公2號 和 天 天舟1號對接 天舟1號是什麼呢 天舟1號是一個 等於我們的 貨運太空船 我們可以帶人去 太空站 我們可以帶回來 但是最重要就是 帶人去之後 我們一定要 救 補給 給那些太空人用 因為他要吃 要用空氣 要用原料 所以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能夠 可以補給到 太空站 這個實驗就是 在2016年9月進行 首先 發射了天公2號 天公1號不會再用 我們現在要用天公2號 接著就是 發射 神舟11號 然後和天公2號對接 對接時間就是19號10月2016年 當他們對接完之後 太空人就在那裡 生活30天 然後 回來地球 在11月17號2016年 我們就發射天公1號 然後天公1號就會自動 跟天公2號對接 證明我們有能力 自動化 這個 貨櫃船 貨櫃太空船 跟天公 或者天公事務室 對對接 證明我們有能力 不用靠人來操作 亦都可以把貨運 運去天公事務室 我們搭載 長征7號火箭 在雲州 是不是雲州 雲州 在海南 雲昌 海南雲昌 發射場 發射出去 這個就是那個天公 天公對接的情況 在2017年4月22號 為什麼我們不會有人在這裡 因為我們想他真的可以自動化 因為 我們沒有那麼多太空人可以駕駛那麼多 飛船上去跟他對接 所以要做到這個全自動化 這個就是畫面 就是當時天公2號 和神州 天州 一號對接的情況 當 第一步和第二步 完成了之後 我們可以進行第三步 就是建造 中國空間站 我們會建造一個 大型的空間站 在地球低軌道 那個空間站 大概是 80-100公噸 大約是 五分之一 國旗的 國旗太空站的重量 將會全 全部由中國 航天署 全權控制 你會看到這個就是 將會建成的太空站的模型 中間 中間 看到國旗的 那一段 就是我們的 核心艙 天和核心艙 而它的前後 和下面 是連接著 天州 和神州 射上太空船 它的左邊跟右邊 是兩個比較大型的實驗室 叫做 孟天 和民天 這個就是我們將會建成的 中國空間站 如果要建成空間站 第一件事就要 把我們的天和核心艙射上太空 這個核心艙有多大呢 大概20 公噸 長度是16.6米 寬度是4.2米 因為它的重量太大了 所以我們要用 長征 5號B火箭 在 南 在 泰昌 火箭發射中心 文昌發射中心發射上去 我們在29號4月2012年 將它發射上去 低軌道 當它發射上去之後 我們會 發射另外一個天州2號 因為裡面 暫時什麼都沒有 因為太過重了 所以我們要發射天州2號 運載所有的貨物 去核心艙裏面 而天州2號是在 2021年 5月29號發射上太空的 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核心艙 這個就是 天州太空船 他們在2021年5月3號對接成功 貨物和核心艙已經到達太空了 最後我們要做的就是 射太空人上去 或者是乳航員上去 把裡面的東西收拾好 在6月17號2021年 我們神州12號 搭載三名 乳航員 通紅波 涉海線 和劉伯明 進駐 天河太空站 這個圖就是 他們當時 對接 天和 太空站的情況 當它對接了之後 就形成一個 潮營的太空站 中間就是天和 後面這裡的就是 神州12號 後面這裡就是 神州12號太空船 就是這個 神州12號 天州 核心艙 還沒有兩個實驗室 而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 從貨物太空船 搬東西去太空艙 然後 將他們組裝起來 你們都可能會見過這個圖 就是 市主席 跟三米太空人 天地對話 是在 6月 2021 2021年 23號 他們的任務是什麼呢 他們要 出艙 整理好 尖無核心艙 外面的情況 比如 那個相機 那個機械 也都要 測試 艙 裡面的 氣窄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記載 如果沒有記載 他們在艙外面 逗留了6個小時 來準備 那個 機械臂和調整 陸像機 在 2021年9月17號 剛剛3月的時候 他們反而地球 這個時候 這個相片就是他們剛剛回到地球所拍的 隔了大概是不是一個月呢 7月 隔了一個月之後 另外三位太空人 也都射上去 太空站 他們就是葉光虎 烈志光和黃雅平 在他們去之前 我們也都射了 天舟3號上去 因為 之前3個月的時候 那些補給品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們要再補給另外一些補給品 給這3位太空 雨項員用 而他們就會在 太空倉上會逗留 6個月的時間 在 2021年 10月16日 他們成功 天舟3號 搭載2F火箭 成功把神舟3號 發射去 低軌道 在 10 在同一日 6 9點 58 他們成功進入核心倉 你會看到 中間就是 天舟 之前天舟已經連接了 另一端的天滑核心倉 他們來之前 天舟3號 連接了另一端的天滑核心倉 而他們的神舟13號 就連接了這個核心倉的下面 形成一個T形的空間 這就是他們的影階段的傳統 你會發覺是一個T形的 他們現在的最主意的任務就是 整理好所有的設備 然後 準備 將來 很快是6個月內 裝陷另外兩個太空實驗室 蒙天和汶天 而完成了製造我們的中國太空產 可能你們不知道 10月16號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因為在 1964年的10月16號 是我們成功引爆 第一個原子彈的時候 2003年的10月16號 是我們成功 送我們的中國太空人 到太空然後成功的安全的 帶他來 回到地球 而2021年的10月16號 是我們圓滿成功發射我們的神舟13號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coincident的日子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Summary 這個神舟的 載人計劃 你會看到 從1到8 我們會 每一次就增加 我們太空人的 或者預航員的 逗留在太空的時間 從21小時到181 從一個人 到 三個人 而他們每一個人 在太空站 或者在太空那裏 都有很多 實驗要做 要證明給我們看 是有能力 自己建造太空站 你們會問 現時 有太空站 為什麼我們要 建造 自己的空間站 其實你們可能不知道 美國 因為 怕我們 影響他們的國家安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影響到了 所以 從1992年 到現在 都禁止我們 跟太空站 或者跟NASA有直接的關係 聯繫 所以這個原因 我們要自己建造 我們的太空站 但是有一個事實就是 國際太空站 將會在 2024年 退役 但是前幾段 我聽到 他們可能會延遲到 2030年 到2030年之後 這個世界 只會 剩下我們的中國 彈集 可能你們不知道 2020年 4月24日 是我們的 中國航天日 記得4月24日 是什麼日子 是我們 是我們 第一次成功發射 人造衛星上太空 我們的東方號 1號 所以我們 4月24日 2020年 是我們的 中國航天日 這幅照是 當年 楊維里 反回地球 專程探望 錢其心的照片 你會見到 當時 錢學生 已經不能夠走 當年 他已經90多歲了 但是 善念 善念的是 他能夠親眼看到 我們中國 航天 科技的進步 能夠 帶人 到 太空 所以 我們要知道 航天科技 不是一代人 可以完成 是要 幾代 或者 三、四代人 繼續 努力 才能做到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你們可能知道 中國的航天計劃 其實 我們都有參與 PolyU在 201年 已經參與了 建設 建設 中國 航天計劃的 一小部分 譬如是 做 不同的 spade tools 我們也有 建設 CAMERA 或者 PROBE 到現在 2020年 我們也有 幫 太空 太空 上岸5號 來建設 SURFACE SAMPLING PACKAGING SYSTEM 詳細你可以 問一下 我們不同的 DEPARTMENT 你會知道 有關於 我們怎麼參與 這個 航天科技的 中國航天科技的 有關於 到最後 如果你們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 有關 深入的 有關 中國航天 載人航天的 情況 或者他們的歷史 我建議你們 可以看看 這兩本書 這兩本書是比較最新的 一本是2019年出的 原來一個是 2021年出的 OK 多謝你們觀看 我的Presentation 希望下次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隨時 問我 我非常樂意 回答你們的問題 OK 晚安 有關 然後 他們